前些日子 几位知名人物的去世令我们往昔 当金庸先生离开人世的时候 不少的武侠迷们感到十分难过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亲眼看到金庸先生那和蔼的模样了 但金庸先生遗留在世间的作品依旧会陪伴着我们 而李勇的突然去世则更多的是让我们震惊 李勇在电视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荧幕上的他总是能带给我们欢声笑语 然而当他离开人世后我们再难听到他的故事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巨星离开了我们 他就是王幻玉 可能很多的人对这个名字非常的陌生 但是相信大家一定听过神舟系列 天宫系列和嫦娥系列 这一系列我国航天史上的伟大工程 都有王幻玉的功劳在里边 王幻玉是工程专家 负责解决航天设计中的高难度任务 而他的一生也都全部奉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 学校毕业之后的王幻玉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大学任教期间 他对粒子天体物理以及空间探索有着深刻研究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个科学界的前沿地带 屡次进行大胆设想与实际实验 几十年来 王幻玉取得了很多项尖端科技实验成果 然而 由于科研实验需要消耗一个人大量的精力 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王幻玉身体逐渐透支 身体越来越不好的王幻玉坚持工作与研究 最终 他在一场学术报告会的台上倒下了 报告会还没有做完 王幻玉突发大面积的心肌梗塞 最终因为抢救无效而离开了人世 然而更令人感动的是 在他倒下之前非常抱歉地对台下人说道 对不起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项目研究的成果没能完整地汇报给大家 这句话刚讲完 王幻玉就倒下了 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无不感动地落泪 这正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巨星所拥有的高尚品质 是值得我们所有年轻一辈学习的榜样 而不应该盲目地追求娱乐明星 忽略了真正的国之动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您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关注按钮 我将每天为您带来有趣的历史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